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秋天即将召开中共二十大 事关习近平第三任期是否顺利 不过习近平过度集权的后果 反而引起许多派系的不满 权力岌岌可危 近日网络上流传一份被称为朱九条的信件 据了解是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写给中共中央的九项意见书 也显示出中南海反习势力正在蠢蠢欲动 华尔街日报3月17号报导 中共党内人士表示 一些中共元老反对习近平打破既定的领导层接班制度 而这些元老里面就包含前总理朱镕基 同时党内人士还表示 朱镕基私底下曾经对习近平以国有部门为中心的政策提出质疑 近日网络上又流传出一份 最了解是朱镕基写给中共中央的九项意见书 入款日期为3月10号更华尔街的报导消息吻合 根据朱九条的内容 提及反对现行的极端防疫政策要求理性防疫 反对国境民退 反对战狼外交 也坚决反对俄罗斯侵略的关系 要求改善跟西方世界的关系 并且反对个人崇拜 反对无限期连任 也建议20大筹备工作 应该由现任领导阶层跟退休阶层共同主持 并且建议应该由胡锦涛、曾庆红、汪洋三个人筹备 香港自身媒体人石山认为 从内容来看 这些要求符合中共内部自由派的思维 是中共中央右派的声音 但是占据中共核心的一直以来都是左派 王史海提到20大召开之前 中共中央内部各种声音将会不断流出 包含前一段时间的客观评价习近平 以及客观评价薄熙来 都是红二代、官二代发出的 不管朱九条是不是真的来自于朱镕基 但是代表的都是中共内部偏右派的反习势力 不过另外一位评论人汪友群则认为 朱九条最后几句话里 大有舍得一身寡 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架势 因此不太符合朱镕基的人设 而仔细看朱九条的意见 或许真正的看点是 建议曾庆红参加筹备20大 而曾庆红是前中共政治局常委 国家副主席 也是江泽民派系第二号人物 习近平上任之后 藉由反腐的民意 拔除了大老虎里 背后几乎都有江泽民 跟曾庆红的身影 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 习近平最大的政治宿敌 不过考虑到江泽民年事已高 如今将派实际掌权人士 应该是曾庆红 因此海内外反习势力最高总指挥 就是曾庆红 而中共二十大之前 是他们可以把习近平 拉下他的最后机会 无论如何中南海的反习势力 依旧会持续发动攻势 而左派跟右派之间的斗争 也将持续 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4月1号指出 中国三月份本土病例 累计十万3965例 波及到29个闪分 而上海市疫情 目前正处在快速上升的阶段 已经有超过3.6万个人染疫 而近期确诊人数依旧持续增加 不过官方依旧表示 要坚持动态清零的方针 不能动摇 德新摄影述中国媒体 环球时报3月31号的报导 一名中国国家级卫生官员 以匿名的方式表示 上海医疗体系濒临崩溃 综合媒体报导 中国本土疫情3月大爆发 3月31号增加7229例 其中上海就占据了4502例 已经超越吉林省 提升为疫情最严峻的地区 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1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 雷正龙通报 3月1号到31号期间 中国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 为103965例 波及到29个省份 其中1万例以上的省份有两个 分别是吉林敦上海 不过中国卫健委新闻发言人 米风强调 要始终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 不能动摇 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 吴尊友也表示 中国可以实现动态清零的目标 他还提到OMACOR传播速度快 短时间之内会产生大量染疫人士 而且造成总死亡人数依旧很高 因此必须力争在短时间之内控制疫情 再来就是中国防控实践证明 动态清零依旧是控制疫情 最经济最有效的防控政策 在此同时 德行摄影术中国官媒 环球时报的一篇报道表示 有中国国家卫生部门匿名人士 向他们表示 上海医疗保健系统目前正濒临崩溃 这位专家直言 接下来几天上海市的患者将会持续增加 接着在当局把所有染疫人士集中处置 实行严格防疫手段之后 个案数才会逐渐下滑 专家提到要压制新增病例数 4月3号之前完成全市筛检 被上海来说是非常艰困的任务 时事评论员陈破空接受法广采访的时候表示 上海地方政府就在3月26号还信誓旦旦提到 上海绝对不会封城也不应该封城 不过就在3月27号突然又宣布分区封控 证明是受到北京中央政府的压力 另一方面上海医生张文宏过去提出过精准防控 让上海的防疫优于其他省市 但是在张文宏提出跟病毒共存之后 受到中共左派 极左派尤其是来自习近平 习家军方面的围攻 党媒党报的围攻 从那个时候开始似乎也象征着 以中南山派系为数的封城再度取得胜利 而这也是习近平模式的胜利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之声指出 张文宏已经有好几天 没有以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医疗救治组组长的身份出席防疫记者会 因此也遭到外界猜测 他是否已经被解职 陈破空指出习近平号称自己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亲自拍板动态清零政策 实际上却是病态清零 也就是极端清零 完全的违反科学 违反医学 其实就是一种政治清零 是所谓的一刀切 或者该说是举国体制 这样的方式不仅无法有效的遏制疫情 疫情一再一再的死灰复燃 而且也造成社会的重伤 经济的重伤 很多中国人不是因为疫情而死亡的 反而是因为防控政策过度极端而死亡 目前习近平不愿轻易认错 也不想让清零成为一个错误路线 但是却可能因此导致 今年二十大出现更多变数 其中包含习近平可否顺利连任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原本打算闪电夺萨基辅 没想到如今一个多月战事依旧陷入焦灼 也让俄罗斯总统普京大为震怒 认为自己被幕僚的情报误导 先前传出俄罗斯情报单位跟军事单位 有高届官员都被开除 而美国总统拜登3月31号也脱口表示 普京现在陷入自我孤立的状态 并且已经软禁的部分幕僚 不过拜登随后又补充 关于这件事情还没有明确的证据 综合媒体报导 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主任弗兰明表示 普京高估俄罗斯军队取胜的速度跟能力 就连普京的过问都很怕告知他真相 而白宫通讯主任贝丁菲尔德也表示 普京认为自己被俄罗斯军队误导 这也导致普京现在跟军方高层之间关系紧张 而拜登被问到这件事情时 他表示普京现在似乎陷入自我孤立 而且有迹象显示 普京已经开除一些幕僚 或是将幕僚软禁起来 不过拜登随后有补充表示 这其中有许多猜测的成分 我现在不想在这方面投入太多 因为我们没有更多确凿的证据 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随后表示 正如拜登所说的 我们看见许多报导里面提到 俄罗斯官员正被边缘化疏远甚至被软禁 普莱斯表示俄罗斯显然没有预料到 入侵乌克兰会遭遇到强烈的抵抗 也对西方制裁的强烈程度感到惊讶 如今正式陷入焦灼 似乎也证实普京当初是因为俄罗斯幕僚 并未告知他真相 而做出入侵乌克兰的糟糕决定 此外过去几个礼拜以来 证情也显示普京出现过多次误判 在此同时根据德国之声 流亡之中的俄罗斯石油大亨霍多尔科夫斯基认为 在乌克兰议题上面 普京已经意识到不可能有军事解决的方案 眼下只剩下两条路可以走 要么是动用核武升高态势 要么就是上了谈判桌 同时他也强调 西方采取统一立场的重要意义 他认为西方国家必须拿出明确态度 也就是说如果普京动用核武器 或是其他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 那么西方国家就会为乌克兰 提供更强大的支持 同时他也直言普京就是个恶棍 他认为没有先给这种人一点下马威 就想要达成协议 将是个巨大错误 只会激发他想采取进一步的攻击 瑞典跟芬兰3月2号在波罗的海举行联合军演 当时有四架俄罗斯战机侵犯瑞典领空 其中两架战机还配备有核弹 被视为俄罗斯对瑞典的可威胁 让国际社会非常震惊 如今传出美国31号派出一架可吸核弹的B-52轰炸机 在俄罗斯边境附近倒行 这是为了向俄罗斯发出警告 综合媒体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3月1号曾经提出警告 如果瑞典跟芬兰加入北约 俄罗斯就会采取军事行动 而3月2号当天 瑞典跟芬兰在波罗的海举行联合军演 普京竟然派出四架战机 其中包含两架配有壳弹的苏凯24轰炸机 以及两架苏凯27轰炸机 侵入瑞典空域剧留大概一分钟 而瑞典军方也立即派出瑞典失救战机 进行驱离 由于苏凯24被证实稀有核弹 俄罗斯这个举动也被认为是蓄意恐吓瑞典 国际军事专家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行为 而最新消息指出 美军一架可携带核弹的B-52轰炸机 在3月31号从苏格兰奥克尼岛的科克沃尔的机场起飞 随后飞到俄罗斯的边境 应该是对日行的事情向俄罗斯发出警告 在此同时美国总统拜登日前表示 美军正在波兰训练乌克兰军队 此话被外界解读为事 暗示美军即将前往乌克兰作战 不过美国国防部已经出面澄清 五角大厦发言人科毕表示 拜登所说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训练 驻波兰的美军只是在将武器移交给乌克兰军队时 跟乌克兰军队稍微联络一下而已 科毕也提到近期包含10架F-18战机在内的机队 以及200多位人员将前往东欧部署 白贡消息人士则向CNN表示 美军确实在波兰一个军事基地之中 向乌克兰提供指导 但是并不是等于正式训练 指导相对来说更具及时性 而目前波兰已经成为向乌克兰移交武器的转运战 COVID-19对全球摧残已经进入第三年 病毒依旧不断变异 随着全球疫苗覆盖率提高 重症跟死亡率似乎有所缓解 但是WHO最新提出的警告表示 如今有越来越多动物也染上COVID-19 如果病毒又在动物身上变异 之后再度传给人类 恐怕会再度让全球陷入新病毒的攻击 同时目前全球主要流行病毒株Omicron 又再度传出变异 来自于Omicron两个变种株 BA1以及BA2的捆合体 传播速度比BA2快了将近10倍 英国目前已经发现至少637个相关病例 综合媒体报导 WHO在3月30号发布的 2022年结束全球新冠紧急阶段计划报告书 对全球疫情做出三个预测 最乐观的推测是 Omicron变种持续变得更加温和 人类建议的防御体系将提高免疫力 而最糟糕的情形是出现传染力或是毒性更强的变种 让人类免疫力快速减弱 疫苗也失效 最了解目前已经在29个动物身上发现COVID-19的踪影 包含狮子、老虎、熊、猩猩、鹿、骆驼、仓鼠等 若是病毒在动物身上变异 很可能会提高变异的强度 最后再传给人类身上的话 可能再次造成全球大流行 因此WHO呼吁全球应该做好准备 WHO还表示病毒变种的几率会在春天增加 因为当时穷会从冬眠之中醒来 狼跟鹿也会移动到不同的地区 动物至今的迁徙会增加传播的机会 先前研究也有发现 加拿大安大略省有一头鹿 疑似将一个高度变种的病毒传给人类 在此同时英国卫生安全局也公布 近期工业学家们正在研究三个新的困种病毒株 其中由Delta变毒跟Omicro BA1病毒合体 产生的两个产物XD以及XF 以及最新的XE变异株 XE变异株在今年1月中旬在英国被发现 是Omicro子变异株BA1跟BA2重组而成的 传播速度比BA2还要快10倍 等于传播速度比Omicro快4.3倍 目前英国境内已经确诊637例XE感染病异株 不过还无法确认是否会成为潜在新威胁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简介于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